我也是好吃的手路跟複菜 來看就是古早味的旗仔冰 老店第二天老闆所問上 他說旗仔冰要好吃的壁闊 就是要參五年份來給冰更有香氣 老店兩年多前 因為經營款聽筆仔一人開一間 後不離三間 帶母駕做火離開 還在另外開店 都已經五十歲了 還在訂創業 他相信整個月子 如果是做火一樣心 替麥當變作金 古早味的旗仔冰很好吃 讓很多市長的老主角 都沒辦法幫她買忘記 夏天吃一支頭心涼 雖然感覺不安 就是很綿密啊 然後很天然 尤其是那個牛奶味很重 我很喜歡 用五年粉來作冰 五年香很重的旗仔冰 也讓老店一個開就要拔小子 阿蘇文最初小孩 就為爸爸作火給作冰 兩年半天前 老店因為經營款的問題差分架 實在是沒辦法 他才帶他媽和女兒子 出來另外開店 剛開始也覺得 別人都做了三十幾年要退休了 那我家重新開始 才要開店也是 好像蠻蠻困難的 其實還好啦 還好 很多老顧客支持這樣 還有跟我鼓勵 也謝謝他們 我們要打一場勝仗 我們要讓自己過得 活得更精采 對不對 我是這樣用很正面的 正面的想法去鼓勵 我女兒啦 我女兒 我老公啦 兩年子母過五十歲才過來創業 不跟二歲不是問題 整個歲子做會打拚 沒什麼事情可以跟他們打拚 像這款日本地靠米的驚兵 就是帶不怕的創意 剛開始搬出來的話 一樣是覺得 就比較 主要是比較辛苦啦 就是說 欸 可是事情都發生了還是得要面對 勇敢地去面對它 然後去努力創造我們現在新的店的價值 做出區別 對啊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現在為了提供 懷念的滋味 比較年輕這件的 也把老店的驚兵殺出去 參加各種活動 讓人可以看到他們 像現在也漸漸的會有很多客人說 欸我是在某某市集看到你 或是在南寮某個場地看到你 我才來我們店裡面 那也都很開心說 我們的市集得達到效果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 沒有讓傳統的方式白條的 打拚去想更多新的客人 把古早味的驚兵 介紹給更多人知道 全家人都全力幫忙 我們全家人就是把這家店的話 就是希望是 由我們全家人的心意 然後在這家店好好的做 然後每個人都負責的各個面向 爸爸的話可能就是志兵 我是販售 媽媽也是販售 然後一起維持這個家 只要你看到小朋友 願意認真幫忙就蠻高興的 我們把我們生意做好 品質做好這樣 整個火仔做火打拚 用心照顧所有來高官的客人 拚過為機用新的方式再出發 不便過的是機仔冰這個古早味 讓很多老祖國吃完 都會一直想要再吃 機吃綜合報道 錢啊 帥哥 我愛你